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 QR制作的健康保险大家谈 今天是我们第965集的播出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 是通常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 或者说我们在讲到很多疾病的时候 往往就会忽略它 这个就是我们的脾胀 如果我们从新闻事件当中 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 比方说发生重大车祸 我想各位都还记得 之前的台中市的胡市长夫人 在一个重大车祸发生之后 新闻报道当中也提到 因为她有脾胀出血的问题 所以后来也把脾胀摘除掉 或者我们再看到一些很有名的运动选手 也曾经有因为脾胀受伤摘除 然后造成她身体不适 或者说有非常多的后遗症 可是我们平常 我们会关心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肝脏肠胃等等 但是脾胀它似乎是躲在一个 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问你探讨的就是 如果我们的脾胀切除了 或者甚至是我们的肝脏部分切除了 那我们的健康应该怎么办呢 介绍我们的保险事件 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年轻朋友似乎变成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议题 也是我们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主角 除了在忙着做反复化的学生之外 校园当中还有很多的学生 正在为他们的就业做准备 所以4月号的《现代保险经常理财》 杂志也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特别报导 是针对我们全台湾34所大学 有财经保险系所的学生 问他们毕业以后最想做什么 最想去哪些公司 那你可以到各大书局去看一下 统计的结果 还有你也可以上《现代保险资讯网》去看 那今天我们请到三位专家 要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脾胀的问题 还有疲倡在劳保或者说在商业保险里面 到底赔不赔或者怎么赔 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 好 我朋友最后呢 是闽胜医院的肝胀残胃科的 主治医师林嘉贤 林医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那中间呢 是劳保局职业灾害几副组的视察 副完整副视察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 是寿险公会医务研究小组的召集人 李立元 李召集人您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晚安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三位阵仗摆出来 脾胀怎样 然后两位是要讲 商业保险怎样 政策保险怎样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说 脾胀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 通常我们也比较不会留意到 它到底长在哪里 或者它不舒服的时候有什么症状 所以是不是林医师先帮我们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是 大家好 那我是消化内科的林医师 那为什么脾胀是归在 消化系统里面来讲 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脾胀的位置 那脾胀它的大小 它的长度大概是10公分左右 它的位置大概在我们的身体左上方 在肋骨的后面 靠近肋骨的里面 位置上基本上它在胃的后方 大概在我们的身体的左上方的地方 那基本上来说 脾胀它本身是一个造血的器官 那它本身负责血球的一个代谢 那为什么我们消化系统会跟它一起讲 因为脾胀常常会跟肝脏的疾病 有牵涉在一起 我们都知道肝阴化的病人 经常到了比较晚期的时候 脾胀都会有肿大的现象 所以病患常常就会有一些贫血的 一些状况产生 但是其实脾胀它主要是负责造血 所以严格讲起来 它是一个血液系统的器官 所以像有些疾病像二性淋巴流 一些血球过多增生的 这些疾病其实都会发生在 脾胀的一个系统的疾病上 那脾胀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实质的器官 所以经常在一些车祸 撞击外伤的过程中 脾胀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裂伤的状况 那脾胀的裂伤有时候它血液 就会从它那个包膜的外面 不断的渗出来 就造成大量的内出血 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所讲的说 有一些人车祸 或者是因为受伤的关系 产生一些内出血 那这种内出血的现象 往往有时候会很严重 所以当脾胀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受伤 或是有肿瘤的状况下 有时候医生就必须要把脾胀 做一个切除的手术 脾胀为什么比较容易破裂 它有特殊的原因 应该是这样讲 像它跟其他脏器比起来 比如说我们的肠胃道 肠胃道它是比较柔软中空的 所以你比如说一个人肚子被打到 它就不会就 对对对它是有弹性的 但脾胀它基本上来说 它的坚韧度比较强 它里面的细胞比较多 它跟肝脏比起来 它有更多的细胞在里面 所以肝脏相对上来说 肝脏还稍微比较 没有那么坚硬 但是脾胀就比较坚硬 所以当脾胀受到撞击的时候 它是没有太多的缓冲 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 外伤脾胀就有可能 产生破裂的倾向 我们有一些器官 在栽除的时候 可能医生或者病人 都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那个东西栽除了 好像对我们有什么太大影响 比方说像蓝尾 像脾胀 像胆囊 如果我们将来看的话 脾胀栽除 它对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脾胀的功能 在我们还在胚胎的时候 小baby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脾胀一开始 它的功能是负责造血 也就是说你是大概 四个月到七个月大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人体的造血 主要是脾胀跟肝脏来负责的 那么出生之后 脾胀就不负责造血 脾胀开始 它负担的功能就主要是两个 一个就是血球的代谢 我们老化的红血球 它循环到脾胀的时候 会在脾胀里面破坏掉 那么剩下的这些物质 它必须要重造血球嘛 所以这些物质会送到肝脏 去重造血球 有些血色素啊等等东西 会被代谢掉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免疫的功能 因为脾胀里面有非常多的 白血球跟淋巴球 那脾胀 它本身有很丰富的血管供应 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血液 会流经脾胀 血液里面常常会夹带一些细菌 当它流经脾胀的时候 这些细菌会碰到那些白血球 淋巴球 那有些对我们人体是不好的细菌 是病菌 那白血球淋巴球 它们就会去破坏它 所以脾胀对我们人体 是一个免疫的系统 它不但是血液的系统 它本身也是一个免疫的系统 是的 好 那如果说 不管是劳保或者是商业保险 在设计这个残废或者失能的时候 那个考量 就是我把那个脏器摘掉 只要是摘掉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 失能或者是残废 或者说我们还要考虑说 它摘除以后对人的影响的程度 通常会从哪一个角度去思考 或者两个都会 那我想先说明一下 劳保的失能给付 就是以前是叫残废给付 后来修法以后改失能给付 那劳保失能给付 它的种类是非常的广 分12个种类 就是用身体的一个部位的不同 分为12个种类 那有221个项目 那它的失能等级从1等级到15等级 总共有15个等级 那这个失能种类 我们说12类里面 其中有一类就是属于胸腹部脏器的 那胸腹部脏器里面 就已经含夸了45个项目 那这45个项目里面 它有分气质性跟机能性的一个差异 所谓的气质性就是我器官只要切除了 就理赔 就可以领劳保的给付 那另外功能性就是说 器官可能没切除 它可能造成它的功能受损害了 那个叫机能性的一个给付也是有 那这个疲障的部分 那它目前是放置在气质性失能里面 只要是疲障切除了 是可以请领第九等级 280天的投保薪资 举例说如果说它的投保薪资 六个月的平均投保薪资 是33300来讲 那日投保薪资就是1110块 那可以领280天 九等级是280天 所以这样一个计算的结果 它大概可以领到31万左右的一个金额 就只要切除就有这么多 只要切除就可以请领劳保的失能给付 当然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这中间有可能是执灾造成的 刚280天是普通伤病 假设是执灾 我可以增给50% 就是280天再加50% 可以领420天的投保薪资 执灾的部分 谢谢 那周杰仁呢 如果是商业保险来看 疲债宅处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给付 是 刚才视察有提到跟保险有关 那因为商业保险的设计来讲 基本上它的基础 因为它是保险法上面的健康保险 就是一般我们出称医疗保险 所以它的基础也是在医学方面的一些 相关的概念去设计保险的商品 那目前保险商品其实都一直在更新更替 旧的可能就会停满 那所以以现在商业保险来讲 我们在医学方面的一些知识的会诊来讲 相对于之前越来越进步 尤其是像之前我们可能会找一些医师个人 那会提供一些意见 现在都会找学会 目前来讲包括重大疾病特定疾病 甚至说长期照顾长期看护 这部分的都在我们工会跟主管局团研究当中 那回到刚才主任数条支付题目 我们如果说是以伤害险来讲 跟瘴气有关的 我们在各个保护他们摆的保单上面的 附注都有特别著名 有三个跟瘴气有关的 可能要请各位观众跟保护特别注意 一个是腹部瘴气 我们每一个保单 意外写后面的腹部都有特别著名 然后是胸部 腹部 还有主要瘴气 刚才主持人所提到 如果说是以胰胀来讲的话 脾胀 脾胀来讲的话 它在主要瘴气里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重点 主要瘴气没有把它放在里面 没有包括脾胀 但如果说是各位观众特别注意看 你会发现说胸部瘴气跟腹部瘴气里面 其实不是只有脾胀没有放进去 胆也没有 气管也没有 但是我们主要瘴气是我们几十种残废 或者叫失能的类型其中之一种 另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是包括就是所谓瘴气 胸腹部瘴气 那么它如果说显著遗存障碍 然后可能会发生所谓的 它需要专人照顾 或者对它工作有影响 商业保险都有不同的 可能100% 98% 80% 40%的离赔 那如果切除的部分的话 确实是没有把脾胀放进去 那我刚才有提到不止脾胀 包括胆包括气管都没有 那这些的话就是如果被切除 它没有办法享受到20%那个等级的离赔 但是它刚才我提到的 它100% 98% 80%跟48%的部分 它可以享受到 但是它必须符合说 它会需要人照顾 就是可能是专人 可能是人 一般的家属 或者是影响工作的情况 会有四种不同等级的理配 所以脾胀如果被切除的话 其实它不在我们主要脏期 那个20%的那个产品等级的基付里面 但是它在另外其他的产品 它配得到 是 好 那我们休息完再来看一下 如果脾胀需要摘除的话 通常医生会做出什么的判断 需不需要住院 还有要不要自费 另外还有没有可能严重到 像我们赵紫园提到的这样子 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休息完立刻回来 大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